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四号仓库 这部影片将彻底的解说 动画与漫画都没有详细说明 因驻天元曾经手足相残的 自责过去 以及他内心为什么认为 自己一点才能都没有 这部绝对是鬼灭观众 不可错过的解析影片 另外我还会解说 游过篇第八集的细节 例如为什么舵鸡 额头长出眼睛 这又有什么能力与细节呢 那我们立刻开始 今天的影片吧 首先就当祭福太郎说 你和我曾经杀过的柱不一样 这句话明明算是一个实力的称赞 但是天元为什么会如此生气与反感 甚至还动怒大吼说着 开什么玩笑 事实上天元称呼自己是华丽之神 并且还达到了鬼杀队最强柱的阶级 但他一点也不认为 自己有超越常人的才能 尤其是自从看见实力高深莫测的 严重悲悯与行民 以及短短两个月就成为住的石头无疑良相比 自己只不过是拼赏性命 一路努力艰辛的走来 甚至还差点失去三名妻子 所以就当天元被称呼为有才能的这些话 才会让他觉得一点都不像是在夸奖 更像是在侮辱每一次用生命执行任务的觉悟 天元也因为自己曾经的失误 无法救下许多人的生命 就当听见猎狱在无限列车上守护了200名乘客 更是让天元自叹不如 猎狱就像太阳一样耀眼夺目 自己根本无法做到像他一样 这边我来补充连漫画都没有详细说明 天元痛苦自责的过往 雨水天元出生于日渐衰弱的末代忍者世家 家中原本有九个兄弟姐妹 想要重整忍者世家的父亲 开始毫无人性的严格训练 在天元十岁的时候 三个弟妹就因此意外身亡 这样严格的训练持续了数年之后 天元杀了两名来袭的刺客 这一刻他才发现自己亲手杀害了兄弟 原来仅存的六个兄弟姐妹 被父亲命令戴上面具互相追杀 只留下最强的孩子当作继承人 天元这时才了解到 自己只不过是父亲与忍者界的 一枚任人摆布的棋子 看着弟弟成为了如同父亲的翻版 即便知道是兄弟残杀 依然冷血回下利刃 最终家族的自相残杀 演变成了自己与唯一仅存的弟弟刀刃相像 不过天元便放下了武器 随后就带着妻子离开了家族 他这一生都带着杀害家人的罪恶感 甚至自责到难以过上正常的生活 天元经常说出自己时候肯定会下地狱 不过却被木序责骂 惹哭了除贺 甚至被虚魔痛咬一番后才打消念头 最终天元曾经动念想要守认父亲与弟弟 了结背负罪恶的一族 不过他却始终无法下手 因为天元认为自己与父亲完全不同 家人比任务还要来得更加重要 这也是他把三名妻子生命摆在第一位的原因 对于自己的存在 抱持着罪恶感与痛苦的天元 遇上了当时青年样貌的主公 这个男人设身处地地了解天元心中的纠结与悔恨 并且给予了广大胸怀的肯定 同时指引着迷惘不知所措的天元 于是他与三名妻子加入了鬼杀队 并且以斩杀恶鬼借此赎罪 其实主公说话的时候我完全没在看字幕 还让我特地倒回重看一次 那我们回到这集的剧情 肌肤太郎镰刀上的毒素开始发作 阴住天元即便开始冒冷汗 也始终带着绝对不认输的笑容 甚至还说出了能吃下一百碗天妇罗冻饭 就当三个鬼杀队队员来到了战场 这里阴住说出了漫画没有的台词 你们登场的方式还真是华丽 事实上当初天元要求他们离开 不过最终 遗子祖与善意就吓了自己的老婆 探之昂独自对战上仙 他们坚强的意念 与步逃跑的精神 让天元称呼华丽来肯定三位队员 甚至还说他们是自己优秀的忌子 很有志气也不会逃跑 这时在探之昂的眼中 阴住天元就如同烈狱一样 可靠充满自信 在这集动画的花絮当中 有加入连漫画都没有的珍贵画面 天元内心问着烈狱 如果是你的话会怎么做 并且还露出没有信心的情绪说着 烈狱我可能没办法做到像你那样 这时熟悉温柔的声音说着 我也没办法做到像你那样 烈狱说你的剑法很美 就是妻子有点太多了 这些话真正的含义是想要表达 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努力地发挥自己的强项 在烈狱开朗温暖的笑声当中 就把这三个后辈托付给了天元 新兽人总是充满热情鼓舞他人 这也让天元燃起了信心 事实上这些话一部分是出自官方公示书 《链狱对于雨水》的评价 这里动画组特别新增的画面 又让我们再次见到链狱 不只是惊喜 而且还非常的感人 绝对是鬼灭之刃到目前为止 最棒的花絮 接着就来说说第八集的超华丽细节 就是舵鸡再次被天元斩下头之后 那样如同小孩几乎要哭的模样 并且大喊着为什么总是我被砍 直接让我笑出声 随后就当舵鸡对付伊之助与善意的时候 立刻又因为仗者自己有哥哥 又再大笑逞强说要杀掉所有人 这样在强者面前只会哭 落者面前小爽跋扈 真的让我觉得苦笑不得 接着舵鸡就睁开了第三只眼睛 这也让原本只有下嫌实力的他 分到了继夫太郎的力量 之后战场就分成了两个部分 舵鸡的无数腰带 波及了天元与炭之狼对决继夫太郎 同时继夫太郎的飞行血连 也随时会夺走伊之助与善意的生命 如此难以对付的多重攻击 让维莎队的四人陷入了苦战 接着我们来仔细看一下 舵鸡星长出的眼睛 金黄色的眼白部分 以及写着六的瞳孔 与寄夫太郎的眼睛一模一样 这一刻的寄夫太郎在战斗当中 始终闭着一只眼睛 就可以了解到舵鸡的第三只眼睛 就是属于寄夫太郎 这使他能够看见舵鸡一边的战场 不仅能共享视觉 借此还能控制飞行血连 将不断自动追踪的断带与血色斩棘 再加上必须同时展下他们的头 两鬼一体的上弦之六 不论是拉开距离或是近身作战 都是非常难以应付的恶鬼 最后来说说 这一集的一些小细节 以及我的感想 这集动画除了完整的还原漫画以外 就是看到了年轻时 还没有因为生病 失明风度翩翩的主攻 这个发型就让我想到 与无产极为相似 另外还有一幕让我印象深刻 就是当上弦之六觉醒的时候 两个鬼说话的时候 声音重叠 非常具有魄力 以及精致的画面切换 都让我觉得惊艳 现在游过篇 人与鬼的能力都已经展现出来 在拥有毫无破绽的上弦之六面前 鬼杀队的四人要如何战胜他们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 更精彩的下一集吧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啰